台湾台南,将军乡,四十多年前,有一个老太太,念佛三年,站着往生。 我没见到,我听说,这个人谁说的是往生老太太的邻居。 他是做工的人,在佛光山做工。 我在佛光山教书,遇到了,他给我讲出故事,一年前。 南部一带没有人不知道,姑姑知道。 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个老太太不是上上根人。 她对佛法也不是真的很理解。 人非常慈悲,非常善良。 神父不分,到处都拜。 那,诚心诚意地拜。 三年前,儿子娶了个媳妇。 媳妇懂得佛法。 啊,就劝婆婆,不要到处乱拜。 家里面是个佛堂,每天在家里念佛。 求生极乐时期。 啊,你这个人有善根,他听话。 啊,接受媳妇的劝告,不到外面跑了。 啊,家里是个佛堂,天天念佛。 啊,拜佛念佛,三年。 啊,媳妇儿子很孝顺。 往生这一天,是下午,吃完饭的时候。 啊,他告诉对儿儿子媳妇,你们先吃饭,不要等我。 啊,他说,我去洗个澡。 不露风声啊,没人知道啊。 啊,真的,他洗了澡,换了衣服。 在佛堂里,念佛站着坐地。 啊,儿子媳妇很孝顺,还是等他吃饭。 啊,等了很久,怎么没出来,就看看。 真的,他换了衣服。 在佛堂里面站住,不动,穿着海青,手上拿着念珠。 啊,喊他不答应,仔细一看,走了。 啊,这马上传到这个邻居什么,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来看。 啊,他不露风声,是怕他儿子媳妇干扰他。 没有人干扰我,不要人做祝念了,走着都潇洒了。 啊,所以,台湾南部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有很多, 有好榜样啊。 这个老太太,虽然没有讲经教学, 她那个表演比讲经教学的效果还殊胜。 啊,一直到今天四十多年之后,我们还想着他往生。 啊,就像在眼前一样。 增长我们的信心、人心呢,不是假的。 啊,我在美国驻九金山的时候, 也有一个老太太,坐着往生。 啊,盘腿坐在窗上,什么时候走都不知道。 那晚上夜晚很长啊,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 到第二天早晨, 儿子媳妇孙子发现, 老太太,老太太走了, 端端章章章坐在那里, 干干净净净。 啊,把儿子、媳妇、孙子的校服, 统统都做好了, 摆在窗头。 遗嘱也写好了,都放在窗上。 啊,至少 三个月之前知道, 要不然哪有时间去准备。 啊, 每一个人的校服后事, 他统统预备好了, 叫你不用操一点线。 啊,在美国, 平常他是坐家室的, 从早晨起来的时候, 他烧早饭, 这一天, 房门关着的, 没起来, 没人上早饭。 啊, 儿子媳妇感到很惊讶, 老太太怎么了, 不舒服吗? 推开房门一看, 早就走了。 也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 啊, 旧金山的干老太太跟他是好朋友, 常常在一起念佛。 啊, 参加佛教学活动, 都没有告诉。 啊, 怕人干扰, 你看, 真有怕我。 说走就走啊, 没走之前, 吼吼吼吼, 这不是假的。 我们要念多长的时间, 就能往生, 我讲的这几个都是三年。 啊, 第一线老和尚早年这个土地, 锅鲁江也十三年。 不难啊, 难在哪里呢? 难在你放不下。 啊, 你要放不下了, 那就真难了。 万语言放下。 一定要学, 随意语言不叛音。 啊, 有这个语言来了。 看看, 对自己念佛不产生妨碍, 对大众有利益, 这事情可以做。 如果对念佛产生妨碍, 这事情不能做。 我是以念佛为敌业大使, 我求往生。 这个重要啊。 不能往生, 就继续搞六大轮回, 轮回的日子不好过。 不止我们这个世界呢, 过去有生存世实, 给一切众生借的善缘卧缘, 很复杂了。 所以你这一生当中, 遇到有人喜欢你, 有人赞叹你, 有人回报你, 有人嫉妒障碍你, 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这叫什么呢? 生生世世,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所以, 人这一生呢, 遇到佛法是大因缘啊。 特别是遇到净土宗。 遇到佛法, 一生不一定能成就。 遇到净土, 这一生决定能成就。 不放下, 可就不行了。 遇到等于没遇到。 事情与自己不相关的, 管他干什么? 应当要关的, 把念佛关好。 其他的别管了。 这就对了。 三年往生, 说实时的的话, 即使是今天你才听到无量寿经, 来得及。 我们相信王后三年没什么问题。 那你三年的功夫, 取极乐世界, 稳稳荡荡啊。 这三年的时间, 可一天都不能空过。 要抓紧了。 要修古人的好榜样。 惊人的好样子也不少。 去年十一月, 东北刘淑青居士, 跟我们做了个好榜样。 欢喜念佛往生。 他的妹妹刘淑言, 在外面讲经教训。 也讲了几年。 有一天, 跟他姐姐叹息。 他姐姐问怎么了? 这个法门, 男性之法乐。 如果有个人发心, 做一个欢喜往生的好样子, 给大家看, 大家就相信了。 找不到这个人来做。 那么他自己想做, 又要红法。 他姐姐说了, 你红法重要, 我来做。 真正发心, 发这个月。 不到一个月, 他就往事。 啊, 刘淑言在报告里头说的很详细。 他十一月往事。 他十一月往事。 好像十一月。 十五还是十六号。 他得到一个信息。 那空中有个声音告诉他。 他看不到。 告诉他一个数字。 二零一二。 一一二一一一二。 就这么一组数字。 他把它记下来了。 仔细地看, 忽然想到, 是不是姐姐往生的日期。 如果是, 很近。 他十几号, 到这个, 往生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 一个星期之前, 得到这么个信息。 应该这个数字是, 二零一二十年, 一一十一月, 十一月。 二一十日期, 二十一号。 一二十十二天中。 他把它写下来, 送给他姐姐。 他姐姐看看笑笑, 没说话, 就收起来了。 一点都没错, 就是那天。 那往生之前的, 很多同朋友, 道友啊, 在一块聊天呢。 说话了, 有笑有说, 欢欢喜喜, 终点一到, 跟大家说, 再见, 我走了, 再走了。 一分一秒都不成。 真正发心了, 不到一个月。 这是什么? 标法, 做样子给大家看。 这也不是普通人呐。 他的标法, 给进宗做三个证明, 他修佛没多久, 这三四年。 依靠什么呢? 依靠夏连居老居士的汇记本, 证明汇记本是真的, 不是假的。 依照这个文字, 可以完成。 第二个证明, 黄念族老居士, 急诸是真的。 他学经教, 依靠这个诸解。 第三个证明, 净空法师, 装红这部经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他为我们三个人做证明。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人满成就了。 往生的锐像稀有。 我们这个地方, 有刘苏云报告的光铁。 大家可以带回家去看。 你看他, 有数有效。 留下 受无受寄送, 名利和人。 那么, 往生论天秦菩萨 修建图往生极乐世界的报告。 这是古人的。 印度人, 不是现在的。 这个, 此三种成就, 运生运行壮严。 我运行。 第一个, 真正想求生极乐世界。 第二个, 真正想亲近阿弥陀佛。 我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一直到自己称福。 在极乐世界称福不难。 时间也不长。 很快就能拯救。 这个机会, 带来不容易。 千万不要当面错过。 这个错过, 你后悔莫及。 那么, 六说如一发句。 一发句子, 为亲近之。 亲近句子, 为真实智慧, 为发生过。 那六说简单地讲啊, 如一发句。 一发句就是亲近句。 我们这个经题上讲的, 亲近平等句。 就这一句。 亲近是自己的本性。 真心, 真乎, 发心, 诸法诗相。 都是叫亲近句。 往生论里面, 讲真实智慧, 无为发生, 讲得多。 真实智慧, 是自信本聚的, 不是外面来的。 在不在呢? 每个人都有。 都在, 没死掉。 那我现在, 智慧不能先进。 现前的全是烦恼。 那这是什么? 这是你, 迷失了自信。 所以, 把自信本有的智慧, 变成了妄想, 变成了杂念。 它变成了。 所以, 妄想杂念烦恼, 就是本句的智慧德项。 怎么恢复呢? 放下便是。 放下一份, 烦恼就减一份, 智慧就透一份, 放下两份, 烦恼就少两份, 智慧就透两份。 你自己真干了, 它真有效果。 精进如舍安住, 这段经文里头一句, 如舍安住, 就是安住真实智慧, 无为发生。 顾及时入侵进去。 这一句话很重要啊。 我们的心安在那里。 一般人都是安住在身上啊, 执着这个身生活。 我的身体, 我的思想, 我的看法, 我的想法, 按住在这些地方。 这什么? 这六道轮回。 轮回心啊, 轮回思啊, 天天搞这个东西。 怎么办? 可怀。 可怀出不去啊。 无量皆来, 生生世世, 你都脱离不了轮回。 这一身, 养人分到了, 机会到了, 就看你能不能认识, 你能不能把它抓住, 你要认识个机会, 千轻难逢。 认识这是真正永远脱离六道轮回的机缘。 依照这个方法一定成功。 你能不去吗? 那不去是什么? 对他有怀疑。 虽然相信啊, 半信半信。 没有完全相信。 对于这个世间, 还有留念。 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我们不能呢? 不知道。 怎么样才能知道? 天天天用经典训习。 不能一天不读经, 不能一天不学习经教。 一遍一遍训习, 这就产生力量了。 这个力量坚定的不会再动摇了。 无论干什么事情, 你的心都安住在阿弥陀佛上。 事情照干。 跟念佛, 丝毫不妨碍。 这你真正的毁了。 事法不妨碍佛法, 佛法不妨碍世界法。 融通无碍。 事间事照做。 做完了, 绝不放在心上。 这叫方向。 心上呢?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进不去。 这叫功夫成品。 念佛功夫真正得理了。 换一句话呢, 往生你决定有把握了。 如果功夫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真的从早到晚。 从初一到三十, 你都能保持 不失掉。 只有一句佛号。 佛号之外, 什么念头都没有。 你有寿命, 我不想要了。 我现在就想往生, 能不能去? 能。 你动这个念头, 想往生, 佛就来接引你。 真的, 不是假的。 这叫生死自在。 在这个世间, 多住几天, 没关系。 这个多住什么? 寿命到了。 不想走。 多住几天。 为什么? 为读众生。 福不读, 无缘之人。 还有众生跟我有缘, 永远, 他听话, 他相信我, 他听我的话。 这是有缘众生。 为了他们, 多住几天。 这叫生死自在。 想去就去, 想留就留。 一点障碍没有。 去留都不是为自己, 都是为众生。 这时大臣教常讲的, 了生死。 生死了了, 没有了。 来去自由啊。 这是人生, 以大事引人。 法化经常说的。 那心, 一定要记住, 就在晋体上。 亲近心, 平等心, 是自己的真心。 那, 然无是轮回心。 不平是轮回心。 那你的心动也好了, 动是轮回心。 不动是极乐世界。 我们接着看下面读解。 词亲近呢, 是二种亲近。 往生论上讲的这个亲近, 里面包含了两种。 一者呢, 七十件亲近, 二者众生十件亲近。 词一发与上述的三种状怨。 故云居足状怨。 那么这两种亲近, 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 可以看看。 这第五页。 第九品, 第五页。 七世间亲近。 为世界如其。 七世吗? 七明。 七菌。 那我们要用它。 譬如这个杯, 它是个气。 它可以沉水。 可以沉饮料。 那么这个碟, 也是个气。 坐椅板的都叫气。 气。 气。 通称。 所有一切器具。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用的。 世界像个气。 世界像个企业。 整个宇宙啊, 是我们生活必须要用的。 这些东西。 扩大。 树木花草, 山河大地。 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用的。 个别明世。 中国这个世子。 是会议子。 三个世。 三十年。 三十年叫一世。 三百年就是世事。 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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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空间,间跟间,意思相同,间是有间心,东南西本有间心,所以叫做七一世间,指的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工作的环境, 学习的环境,享受的环境,真多交集。 下面说,未必必是西方极乐世界,暗阳过度,极乐世界也叫暗阳,暗是平安, 暗是森阳,暗也是暗落,这个里面没有生死,这一点一定要记住,这是极乐世界第一的,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 第一桩好死,就是他没有生死。 三道极乐世界都叫无量寿,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无量寿, 这个无量寿,不是暗是,不是说,有几万年,几十万年,几百万年,不是的,他是真的无量寿。 没有时间限制的,寿命长远,修学的时间不间断,所以他很容易陈旧。 我们这个地方世界,无常,是生灭法,你确实一天,这一周一,必须要睡眠。 睡眠是烦恼,那我们的学习中断了。 哎呀,吃饭,啊,吃饭,啊,吃饭,啊,休息的时间也中断了。 啊,啊,常常就要打闲差了,啊,让我们功夫不能够相续。 所以,进步非常缓慢,啊,极乐世界没这种现象,极乐世界的人不要睡眠,不要饮食。 这个得大自在啊,啊,啊,我们的身体,是阿赖耶的相分。 我们起心动念心理,阿赖耶的相分。 阿赖耶是生灭法。 阿赖耶变现出来的这个世界,这些众生全是生灭法。 啊,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个相,科学家风味三大类。 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 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啊,皆是虚妄,要记住。 虚妄,你把它放在心上,错了。 啊,要把真东西放在心上。 啊,什么是真东西?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真的。 并发解虚空间。 它不是假的。 所以,要把佛号放在心上。 这样子,慢慢我们的真心就会复了。